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 出埃及记38章 21到31节 那么这一段 他要讲的是整个建造会墓 所使用的金银铜 到底用了多少 OK 那这是一段非常特别的记录 21节 这是法规的账目中 立位人所用物件的总数 是照摩西的吩咐 经济师亚伦的儿子 与他玛的手数点的 所以负责清点 以色列人献上的礼物 这些金属 金银铜的重量 刻数等等 这也是由与他玛来经手的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都是由大支派护尔的孙子 乌立的儿子比萨列做的 23 与他同工的有淡支派宗 雅西沙摩的儿子 雅和利亚伯 他是雕刻匠 又是巧匠 又能用蓝色紫色 珠红色线 和细麻绣花 他们两个应当算是工头 带领整个团队 应当是有男有女 许多的人一起建造 因为我也说了 当那个时代建造的工具材料 比如说他没有剪刀 切割 裁缝 量册 各方面其实都比我们现在困难得多 所以他们要投入的人力跟时间 是比我们想象要多 而且很多人 以前他们是做砖的 大部分的人不会这些巧工 所以要重新教 有一些人要另外学等等 那学好了来做 也要有一些沟通 是很多不容易 24节 为圣所一切工作 使用所现的精子 按圣所的平 就是按圣所的秤 那个标准 因为当时候的秤 当时候的量测重量的 可能你家跟我家会有点落差 那以谁为标准 就是圣所的这个作为统一的标准 那量出来怎么样呢 有二十九他连德 并七百三十色克勒 一他连德大概是三十四公斤 所以这里加起来 差不多 这个一千公斤 黄金一千公斤 那色克勒大概是十一点七五克 会中被属的人所出的银子 我们前面讲过了 每一个人要出这个半色克勒的银子 按圣所的平有一百他连德并一千七百七十五色克勒 大概三千四百公斤 前面是精子 大概一千公斤 银子三千四百公斤 凡过去归那些被属之人的从二十岁以外 二十岁以上的都要缴半色克勒 那这些人有多少人 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人 按圣所的平 每人出银半色克勒 就是一比加 比加就是半色克勒的意思 用那一百他连德银子铸造圣所代卯的座 和曼子柱子代卯的座 这些座 通常是用银座的 一百他连德共一百代卯的座 每代卯的座用一他连德 用那一千七百七十五色克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 我们稍微算一下 因为这些数字很多 对不对 这里讲到银子 在二十五节讲 银子总共有多少呢 有一百他连德并一千七百七十五色克勒 所以前面说一百他连德 是先拿出来做圣所代卯的座 和曼子柱子代卯的座 那另外一千七百七十五色克勒 就是做柱子上的钩子 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 OK 所以全部用上了 所现的铜有七十他连德并二千四百色克勒 用这铜做会幕 门带卯的座和铜檀 并檀上的铜网和檀的一切器具 并愿子视为代卯的座和愿门代卯的座 与帐幕一切的角子和愿子视为所有的角子 好 这里在说什么呢 就是亚伦的儿子 以他他数点所有人献上的黄金 还有银还有铜 然后他就说这些数点起来的铜有多少 银有多少铜有多少铜 在二十九节加起来大概是两千四百公斤 所以银子一千公斤银子三千四百公斤 铜两千四百公斤大概 数点起来有这么多 好 那建造会幕要用的材料是多少呢 就是这么多 懂得意思吗 就是全部用 那这里这个背后所象征的神学的意义是什么呢 上帝用每一份所献上的来建造他的家 OK 今天人口啊 如果是一百万 这个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如果是一百万 上帝就用一百万的这个人 一个人是半色科乐拿出来的钱来做 如果呢 二十岁以上的人是二十万 上帝就用这二十万的所献上的银子 每一个人半色科乐的银子拿来做 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所建造的是什么呢 是神的家 而神所看重的是什么 上帝没有说 这个献得太少 不太对 你们再去想办法打仗 去搜刮 或者想办法再怎么样 多拿多少来盖 没有 每一个人捐半色科乐 有这么多人 那神的家就用这些来盖 每一个人都有参与 每一个人都有一份 神的家每一个人都参与了 而且刚刚好 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 其实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 他们现在在盖造的 是会幕 是神的家 而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要每一个人都参与在会幕的建造里面 每一个人都贡献他那一份 而神珍惜每一份 他不会说 那就用一半就好了 其他的就算了 也没有 上帝就是要刚刚好 这些就是 就是所献上的 全部用了 哇 感谢主 各位兄弟兄姐妹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 神都看见 神都纪念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神粮给我们的那一份 建造教会 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献上我们那一份 缺一不可 上帝等着我们 把我们那一份献上 他在乎 他等候 他没有落掉任何一个人 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不同的恩赐 特质能力跟专场 我们有的人时间比较多 有的人财务上比较丰富 有的人他上场文书 电脑各方面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神的家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一份 所摆上的 那这个家就长成那样 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所建造我们自己的堂会 每一个弟兄姐妹 所摆上所献上的 我们这个神的家 长成什么样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献上的那一份 我们献上的 带着对神的敬畏 带着恭敬 其实这一切 也都是神给我们的 把神给我们的那个丰富 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一份献上 这个家就长成那样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份都重要 我们每一份都需要 使我们每一个人在建造神的家 建造教会的世上 没有拉掉脚步 没有缺掉我们这一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看到你的心意和其的美 建造灰墓 建造神的家 你要用的是 每一个人所摆上的 每一个 每一分 我们纵使只有班舍可乐 你也珍惜 你盼望每一个人在建造神的家 这件事上 都有一份 都有参与 哦 主啊 我们在这个时候 也向你献上祷告 求你帮助带领我们 我们在教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所看重的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好像不会做这个 不会做那个 但是主 你使我们想起来 在我们生命当中 你也给我们 属于我们的那一份 主啊 你帮助我们 也把我们这一份 带着恭敬的心 感谢的心 分别出来 献上给你 好叫你的家 越发的荣美 好叫你的心 更得喜悦 更得满足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